一個單位是100度 其實門檻不太高嘛 那就是像 比如說我現在手上這個電費板 對 這個電費表 其實呢 一般民眾大概像是這個度數式 用電是456度左右 那這個急劇呢 甚至又是夏季電價 比較貴 那如果說假設我456度 我不用全部都變成 這個綠色電價 它可以怎麼分配比較好 當然你可以 因為就是說 它是一個所謂自願性的綠電計畫嘛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有更高的熱忱 更高的理念 你當然可以456度全部都買 因為像今天那個能源局的局長 他也提到說 他以後每個月用多少 他全部都用綠色電價的 那個fairy來支付 所以這個是看那個 每個人的那個自由意志 那如果說 其實民眾想要有試探性 就是了解一下對於 一方面想要支持戰略的理念 可是一方面其實 你如果要兼顧家庭經濟的話 你當然可以以單位100度來做 那個一開始申購的那個原則 那假設像剛才這個數據 比如說456度嘛 那如果說全部都用這個綠色電價 再加上夏季電價 大概要花多少錢 基本上你們去算那個 夏季電價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算說 因為它依據每個級距有不同的價格 然後因為過去年第二波電價調氧之後 它調氧幅度又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夏季電價本身的這個費用 就會比一般非夏季電價還要貴 但是如果你要附加綠電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456度全部都要有 就在這個331到500度的級距點 對 你就直接 因為你直接用456去乘以1.06 那個價格就是你為了響應這個綠電 所必須多支付的價格 大概多花500塊左右嘛 對 沒錯 那就你來看就是一般現在民眾 大家的意願就你聽到的民眾 或者是一些比如小吃店什麼的 其實剛剛第一題有聊了一半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推廣出了問題 或是錢的問題 讓民眾身賣意願不是那麼高 當然這東西我們都還可以繼續觀察 因為現在整個費率出來了 也比原先預期的價格還要低 還要低一些 但是台灣確實是一個 對電價很敏感的一個國家 我們其實從過去 而且不只電價漲什麼都漲 沒錯 就是電價好像是一個說 抬高物價連投 沒錯 所以從過去不管是 兩波電價的調整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從立法院到民情 都對這種電價調整 是很有很大的 concern在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 真的是要慢慢的推廣 也許一開始確實是 我覺得廠商對綠色電價是有概念的 可是民眾對綠色電價 可能相對概念比較沒有 而且他們沒辦法確定說 這個綠電到底來的會不會有核電 那他們幹嘛 為什麼要用綠電對不對 等等有這樣的各種不同的想法 很困擾 那我覺得最後未來是 能源局 或者是相關的公民團體 他們在提倡各種 如果想要去除 停電核四的話 那這都是大家可以努力的方向 就是以實動 以行動來支持這樣的理念 我相信台灣 就也不會在這麼大的一個 能源困局裡面 一直被困住 會不會在這裏 聽到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吃